歡迎來到這個禮拜的KISS一把照之 比手語大賽啦 為什麼要比手語大賽 沒有啦 我想說你的聲音配上我的這個臉 應該聽起來非常不協調 真的嗎 好 1 2 3 Cut 歡迎來到KISS一把照之發燒排行榜時間 大家好 我是娘妮 你也可以叫我妮妮 我是梅格 嗨 歡迎你比啊 我是梅格 今天同樣有三張專輯要不要 繼續比啊 誰知道你要講 怎麼比啊 今天同樣有三張專輯要介紹給大家 而且是我們在KISS發燒排行榜當中 新進榜的喔 這些好聽的歌曲都要呈現給您 而且呢 最近喔 我們這個金曲獎今年要進入到了這個 第25年了 對 第25屆 哇 四分之一個世紀耶 真的 而且今年的那個名單出來啦 很多人都覺得 有人就是拍手就好 有人就是瞠目結舌 沒錯 當然啦 喜歡就喜歡啦 也許不喜歡 但是認為說不管怎麼樣 他也受到了很多的評審跟專業的音樂人的肯定 但我覺得也算是一種就是 你知道很多獨立音樂人他們製作音樂很辛苦 可是有那種被 沒有經費 對 有被重視的感覺 對啦 好 當然啦 也有一些很主流的歌手 也真的獲得再次肯定 包括男演唱人 女演唱人都認為 他有熟悉面孔在裡面 有 比如說JJ啊 蔡劍啊 再給你啊 是的 等等的 加加啊 對不對 還有一位叫李榮浩 對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 就是他入圍的五項耶 對 不過呢 我們接下來也會在Kiss Radio節目當中 來會跟各位做一系列金曲獎的入圍者的介紹 然後6月28號就是頒獎典禮 我們在當天的這個節目當中 也會把最新的訊息 來傳遞給所有的聽眾朋友 你不妨是在 你不但是可以在網路的節目當中 聽到金曲獎的最佳精彩內容之外 我們在網路上也會有這個爆麻仔 來告訴你最新的情緒 小編小編弄做很快 好的 另外呢 我們這一次在金曲獎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請很多的DJ 來跟您深度的剖析 這次入圍的一些獎項 深度就對了 深度 對 整個把CD把它剖成一半 這樣來告訴大家 對 然後剖到那個歌手 他是什麼血型啊 沒有啦 你沒有那麼深啦 然後 對 他國小哪一間 這樣我都會告訴你 哪一巴這樣子是不是 對對對 沒有那麼深 但是我們會請到我們專業的DJ 來告訴你 今天想要哪些好聽的專輯 以及入圍他的歌手的一些特色 也鎖定Kiss一把照就對了 好 別忘記 攝影師 你有的忙啦 你都太危險了 拿到榜吧你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那是要告訴您 在本週華語榜新進榜的 第一週就拿到第七名 而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 雖然他的CD很小 對 不過他裡面的歌曲醞釀了很大的能量 對 他出道28年 他第28張專輯 Oh my God光是28你看看 好可怕 他好像和我的年紀一樣 對 他有點悲衷中了 真的 他已經會出話了 這樣講蘇永康應該想打我 好 他就是蘇永康 沒錯 蘇永康發行的新專輯耶 恭喜恭喜 而且他的專輯名稱就叫做 28 是的 好 其實講到蘇永康他出道是香港的歌唱比賽 對 他是亞軍 好厲害喔 你知道第一名是誰嗎 嗯 不用猜了 葉倩文 不是 嗯 一樣是男的 張學友 不用了不用猜了 好 第一名是杜德偉 可是蘇永康 也好厲害喔 對啊你看 這兩個都是唱將級的 真的真的 對 那最近推出了這張新的專輯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他找到了 中港台三地都是很棒的音樂家 對 不管是作詞的 像香港的詞神靈性 對 那當然方大同也幫他做曲 沒錯 還有呢 顏雲龍啊 還有雷宋德啊 很厲害 對 這些都是一等一的角色來幫他來做整首歌曲 不管是編詞或是寫曲 然後他自己也有寫曲 對 然後重點是他真的是覺得很感人 對於他這張專輯裡面 就親手附上了一張他自己寫的信 親比信耶 但是結果沒有看到性質寫信了耶 那他真的很認真很真摯的在寫 而且感覺就寫了很久 可是每次剛剛說他的字不漂亮 怎樣 就很有特色啊 也是啊 你要說字不漂亮很甩的 也是 難怪我的字一箱都寫不好 也是 要把他的信拿走我要看他的信 那我當然替他來跟大家念一段好了 好不好 這家書的部分 是 他說呢 這個 直筆時已經進了這個圈子 第29個年頭 先在這裡 倒個感謝 然後 包括了他的經紀人跟任賢齊 他都非常的感謝 好朋友 裡面還要謝謝就是有杜文澤 是 然後還有吳俊如 是 還有謝安琦 陳建舟 還有誰 還有誰 謝謝你們的愛護跟包容 有有上面有寫到 還有謝謝Kiss Radio的梅格跟強迷 對對對 在這個節目當中特別的把我這封信念出來 他非常謝謝我們兩位 他最重要的就是謝謝我們兩位 你是一個岳阳一個航空的郵件 是 是是是 你不用這麼客氣啦 永潮 都這麼熟 我從小敬你的歌長大 來說我們剛剛的專輯28 第一週進榜第七名 恭喜 恭喜 而且這次的專輯我覺得他的詞顯真的很酷 就是主打歌叫做藝人獨得 藝人獨得 感心的世界說真的 你真的就是藝人獨得 就是 對啦 眼睛裡頭目下一顆沙子 沒錯 真的啦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本週一進榜就成為第四名 誰啊 而且這位是梅格的很喜歡的歌手 我真的很喜歡他 我只要想到我就是最近要訪問他 我就一直在流海 是嗎 對 好 來 他是誰 他是娃娃 真的喔 而且這次專輯名稱真的太棒了 好 後面三個字要消音喔 不用啊 不用 不用不用 因為他歌曲裡面也唱了 因為這是一個名詞 對 他的歌曲裡面也在唱啊 這首歌的專輯名稱還蠻長的 叫做 愛情啊 混蛋們 有種報仇的感覺 關我什麼事 因為他今天打我的腳 喔 好啦 關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可以打我 因為他們在冷笑話PK賽 他輸了 所以今天要拍攝那個懲罰的影片 對 所以我要 他就莫名其妙來打我 混蛋們 是 好啦 回歸正題 是是 我下手還蠻狠的 讓你罵幾句 超大聲的欸 我讓你罵幾句 反正OK啦 還好我都沒有在那個出腳皮 是 好啦 這張專輯就是魏如萱 他的那個新的專輯 然後這張專輯是他第四張的完整的專輯 然後我很喜歡他 是因為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沒錯 他自己也有主持廣播節目嘛 對 然後他在節目上就是非常可愛啊 然後就是嘻嘻哈哈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大概唱歌的時候 你就覺得天啊 就全世界好像都安靜了 他怎麼可以這麼會唱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為他本身就是 音樂的家族出身的 喔 對啊 因為他妹妹也很會唱 對 然後最主要是他的一些歌曲 他不會走一般大家都很喜歡的 他反而是要告訴你 我演唱的是這個風格 你喜歡嗎 而且他歌大多都是自己寫 對 我覺得這台厲害的地方 而且他最早之前 他全身是自然卷的女主唱 所以他可以唱到很可愛很可愛的歌 他可以唱到很中氣十足 會很悲傷的歌 好 就是娃娃魏如萱 好像這張專輯非常好聽 裡面有十一首歌 我最近就是一直在聽這張專輯 每個推薦給大家 我也覺得這張專輯 真的值得你去上面去買回來收藏一下 對 還想買專輯啊混蛋們 對不起我反應就太慢了 好不管怎麼樣 是本週第四名在華語榜 中號魏如萱 好接下來我們來聽聽的是本週的東洋榜 我們東洋榜比較少介紹 其實東洋榜真的是 哇那個換朝代就很穿 你最愛的啊 因為很多女子團體其實都很穿 沒錯 韓國的日本的我倒數如流啊 倒背如流 倒背如流 對不起 好不過我跟你講說實話 現在在這個日本跟韓國這麼多的女團當中 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啊 那真的是不簡單 你喜歡少女還是喜歡辣妹 我喜歡少女欸 真的 但是AKB也OK 聽說年紀越大的男人都喜歡年輕 都年輕啊 有啊 歐巴桑的女子團體嗎 有啊 這不是我不選的 是有嗎 沒有嘛 那比較成熟的嘛 知道耶 沒有啊 少女已經算比較成熟了 有嗎 對啊 好那這個這個 你有看過30歲的女子團體嗎 沒有嘛 你怎麼這樣子 30歲不能組團體啊 可以啊很少啊 對啊 那SH1把它放在哪裡 那個可以 SH1是我最讚賞的一個團體 整個人化得罪 對對對 另外的我都看到的都是 土風舞團的那種之類 哈哈哈哈哈哈 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覺得她們聽到不會開心 好啦 不過這個女子團體 我覺得她們也是非常具有風格 嗯 她們在日本喔 她們紳士跟那個AKB48差不多咧 真的假的 跟AKB48差不多 法山秋葉原這樣 對 她們叫做桃色幸運草Z 喔 為什麼有一個Z 反正她們的風格就非常詭異 她們最主要的是 就她們有自己的一套啦 對 而且呢 她們一開始組團 在2010啦 組團 她們第一個夢想就是 這個紅白歌后站 在每一年日本的這個 除夕夜晚上那個 對 那樣很厲害才能上 很厲害 她們終於上了 她們很厲害 她們也真的是達到她們的目標 而且她們還有一個紀錄喔 她們去參加演唱會 演唱會喔 差不多兩小時嘛對不對 然後她們五個女生跳啊跳啊唱啊唱啊 很累對不對 她們一天之內辦三場 天啊 六個小時 她們一定很年輕 對 體力很好 對 當然年輕 不管她幾歲 但是每一個人 也都是有那種輕鬆活力的氣質 看起來很小耶 而且她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顏色的代表 喔 對 就好像有整個那種動漫系列的感覺 嗯 桃色幸運草Z 而且我覺得日本團體跟那個韓國團體 還是會有差 對 就她們長得比較圓潤 也是 就是韓國團體都是長著 對 就每個都長得像 但她們長得比較可愛 對 比較自然一點 對 好 桃色幸運草Z 她們的新專輯喔 那麼也請來了這個日本順勢非常著名的歌手 來幫她們寫曲 中島美雪 中島美雪 開玩笑 好 那可是演歌時期的No.1 對啊 好 她們的專輯叫做放聲哭沒關係 好 第一週禁寶是第12名 第12名 好 這個東方專輯你也可以來聽看看 其實她們的曲風也很特別 桃色幸運草Z Z 曲風也蠻特別的 OK 好的 以上是我們今天介紹的三張專輯 希望你會喜歡 對 也可以拿來聽看看參考一下 嗨 好 我是強妮 我是梅哥 我們今天不多說不浪費時間直接跟你說 下個禮拜還是要收看啊 混蛋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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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